好 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第三十三组单词马阿姨系列 对不对 比如说马阿姨是谁 对不对 一个姓马的阿姨是不是 那么大家知道 你看一下这单是长的样子 很有感觉叫马阿姨 好 大家知道这单叫什么呢 叫meyer 表示的是母马 好 母马 我们看到一个灰色的母马 叫greymeyer greymeyer对不对 好 那现在这里怎么背的可以这么背哦 前面是马 后面是阿姨 选择我们的阿姨 好 以后继续 现在阿姨呢 就选择我们的阿姨 为她想过谁了 对不对 阿姨如果累了干嘛去 退休去 叫做retire 对不对 所以她表示什么呢 叫退休 是不是 退休呢 这大小都非常熟悉 可是呢 在我们的托福考树中 在我们的八千考树呢 她就不是退休了 她表示什么叫退隐三菱 大家知道 有些天才儿童呢 他们去退隐了 对不对 叫做retire 第三个呢 她的过去分 她的安静性叫retiring 知道什么意思吗 叫害羞 对不对 叫上癮 这是非常非常的害羞 就是这个单词了 叫上癮 都是这个单词 好 怎么说 马阿姨 现在阿姨 下车我们的阿姨 对不对 所以呢 Mire 不叫做 马阿姨叫母马 是不是 好 那咱们看一下 人家都梦见美女 你晚上睡觉的时候呢 梦见母马睡在边上 叫什么 叫nightmire 什么东西呢 叫噩梦 是吧 你梦见美女在你的边上 一睁眼一看 一起母马 喘着出气 看着你 对不对 叫噩梦 好 那咱们看 跟马有关的 会听到谁呢 跟阿姨有关的 第一个单叫做 Lore 认识吗 她表示的是 知识和文化 叫Lore 叫知识和文化 对不对 这件事 大家可以看到 掌握下面十个阿姨 我们说 三个臭皮匠 等一个诸葛亮 对不对 而十个阿姨 都是有知识有文化的 而Folklore 叫做民间知识 民俗学 看到了 谁叫民俗学呢 比如说 说动物节的时候 吃粽子 对不对 比如说呢 叫做 有一些特殊的民族文化 比如说广东 有非常著名的 广州 有非常著名的 叫状元吉利州 这个名字听着 非常非常不错 状元吉利州 为什么呢 因为当时呢 叫做 有个状元 广州一定 一共就出这么一个状元 那家的小孩 特别贫穷 那么早上 他一直在忙 读书 又没有时间去赚钱 所以早上 想吃东西 而呢 当造一个图户 特别的善良 每天呢 给他肉是不可能的了 因为肉那么贵 对不对 他每天做了一件事 这把呢 一些卖胜的下水 比如长渣 堵渣之类的东西 切吧切吧 给他丢在周里 煮煮煮煮 给他 他回家以后呢 主播主播一吃好 然后去考 然后呢 继续学习 对不对 后来这哥们 考上状元以后呢 非常怀念这种州 于是本地州 命名为状元吉利州 那为什么讲这个呢 想告诉大家 你们在参加考试之前 对不对 一定要早上起来 喝碗状元吉利州 一个美好的祖园 是不是 像北京好多同学呢 开车去得胜门转一圈 对不对 然后再去考场 那么大家知道 为什么得胜门 对不对 叫得胜回门 那么这个门呢 一定是得胜环床 主要走的门 叫得胜门 你看这心情就不一样 是不是 好不说了 叫做folklore 但是呢 北京塞车特别严重 很多人呢 塞在得胜门上 就没再回来 不说了 叫民俗学 那么刚才有关单词 给大家再讲个单词 谁呢 叫做expload 他跟他什么关系呢 没什么关系 只是为背这个单词而已 看到了 这人讲什么呢 有三个单词啊 叫行进一混词 很多人都会混的 长得非常非常的像 叫exploit 我们给大家多复习 对不对 这三个单词 你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对不对 exploit exploit expload 对不对 如果心情都应该知道 这在我们的词表中呢 是暗顺语出现的三个词 对不对 那你可以看一下 他俩他们差什么 把行进一混词放到一起背 不然的话 你混了以后 将会产生 我们的老师呢 长了一张爪子脸 还是瓜子脸 对不对 很多人都会选错 是不是 我有个外甥女 还是畜生女 对不对 很多人都会选错 看到了 就是因为长得实在是太像了 是吧 但你区分开以后 就没那么辛苦了 是不是 看到这个load呢 你看他长的样子 叫知识文化 我们对知识文化 采取什么态度呢 叫探索研究 叫探索研究知识文化 叫expload 第二呢 expload表示什么呢 表示是爆炸 后面有学到叫load load你认识吗 叫矿 所以大家写一个 矿什么特征 对不对 需要老多年才能形成的 所以叫做load 看到了 矿就是它了 好 那咱们看一下 我们的expload呢 它表示什么呢 大家知道 把矿要取出来 需要怎么办 需要把它给我炸开 才能取出来 所以作为动词讲 叫什么呢 叫爆炸 爆炸 炸开它 才能把它取出来 对不对 主题来讲过爆炸 记不记得 叫做无法持续 只能爆炸 哪个词呢 叫blast 记得吗 记得对不对 爆炸棒放到一起 blast away 表示炸开 是吧 好 那么expload这个词呢 怎么去背它 它表示的是1 记起来 把它写得清楚一点 对不对 那么expload这个词呢 表达的是第一个 它表示的是 叫做开发利用 一叫开发利用 看到 一叫开发利用 二叫什么呢 叫剥削 二叫剥削 什么内容 是不是叫剥削 放到一起背哦 是不是 那既然可以怎么背 可以这么背 expload表示 开发和利用 那么中间有个 有个奥油 你看我把油给 开采出来 对不对 所以expload表示 是开发利用 但是你可以发现 什么叫剥削呢 就是榨取我们的 上鱼价值 榨取我们身上的油 对不对 而我们呢 是被剥削着 并快乐着 所以呢 the exploited is exploited 表示的是 被剥削着 看到了 叫被剥削着 所以它表示的是 被剥削的人 像我们现在说的这些 像我们这些新东方老师 就是被老鱼剥削着 并快乐着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知道 你们听到这么精彩的课程 对不对 有几个是老鱼出来讲的 老鱼都不讲呢 是不是 像莉莉在前面的欧星利月 在那啪啦啪啦啪啦不停的讲 是不是 而那下面一些同学 又多少人是我的学费 是不是 大部分同学呢 都交给谁呢 老鱼是吧 但是呢 我们为什么很开心呢 就是因为老鱼对老师最好的 所以呢 老鱼对给老师的工资呢 在整个呢 全国都是最高的 所以在这一刻 我们这被剥削着 但是呢 我们确实很快乐 是不是 the exploited 表示的是被剥削着 还有个原因 是因为莉莉那是老一堆学生 我的老师 我说任何事情 OK 那么我呢 叫做无怨无悔的支持和付出 就是因为老师嘛 他不一样的 对不对 只要exploited 给大家说到这 新鱼单词呢 叫做Mayer给大家讲过了 蚂蚁还记得了母马 是不是 没什么好讲呢 那么Netmeyer表示的是噩梦 是吧 好 跟Mayer有关给大家 现在说大家只要Marsh 是什么 他表示沼泽地 表示湿地 像北京这边呢 有像叫十度湿地 你们知道吧 就是专门去玩的地 叫沼泽地湿地 那如果你呢 沼泽地湿地 如果你看过 福尔摩斯探基 有一集叫巴斯克贝尔 这样的猎犬 对不对 那么你会对单词 这次更深刻了 小马消失在沼泽地当中 所以叫做Marsh 什么感觉 马消失的地方Marsh 马消失的地方Marsh 叫做沼泽地湿地 那么下面叫做Marsh 对不对 他表示什么呢 他表示的是 一叫元帅 我觉得挺好 凡事呢 我以你马首是瞻 你是我的元帅 叫Marsh 第二个还是什么呢 他表示的是安排 对不对 你安排我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对不对 叫Marsh 好 就说安排 放到一起背了 凡事我以你马首顺瞻 Marsh 马首 Marsh 马首 所以作为动词讲 叫安排 对不对 好 那看一下名单词 叫做smurgo 对不对 他表示什么呢 表示走私 在走私的时候 使用马就够了 对不对 叫走私 看他没 smurgo 对不对 我使用马就够了 叫smurgo 对不对 叫走私 放到一起背 好 这是跟马有关的几个单词 跟阿易有关的单词 放到一起背了 马阿易 对不对 好 那咱们看一下 这几个单词 最后一单叫做mar 是不是 mar表达什么叫损害 这个词还是比较难的 那词 比如说 打破了夜晚的平静 怎么说呢 mother peace of night mother peace of night 打破了夜晚的平静 夜晚的宁静 像很多男同学 午夜在校园里哀鸣 对不对 打破了夜晚的鸣静 但想跟大家说的是 当年呢 这些午夜在校园里哀鸣的同学 心理巨疾很无比的 为什么 因为它多一个发泄的方式 你要知道 莉莉那只狗特别可爱 是英国生死养的狗 相当的优雅 每当我抱妈 他表情非常哀怨 看着我走进了阳台 子壳箱子里 在里面汪汪乱叫狂咬 出来以后 表情依然很优雅 他知道 连狗都需要发泄 更何况是人 对不对 所以当你压力特别极大的时候 尖叫尖叫 对不对 那么呢 当你感觉特别难受的时候 哭一哭 那么男生哭吧 不是这样 尖叫机会特别多 一只小老鼠跑过去 尖叫一声 一个发泄 对不对 一只小猫跑过去 又叫一声 又发泄过程 所以这都是发泄的过程 所以各位同学 一定要去发泄一下 对不对 那这单词叫 打破一碗的瓶颈 骂儿表示这单词要打破 那这单词不好呗 有人说为什么 里面这单词只有三个字母 你背完迅速忘记 忘得非常彻底 不留下任何痕迹 那怎么背呢 可以这么忘记呗 前面是个马 对不对 后面什么呢 叫花 大家先看 踩去损坏 看到了 好 那给大家再看一单词 叫做大花眼 就是你这只吗 所以就差一朵小花 对不对 单词表达什么叫可怕 可怕 对不对 所以呢 你看有个单词叫做 Durge 对不对 它表什么叫挨歌晚歌 好 就是人死者上天堂的一些歌 对不对 你可以怎么背呢 一种可怕的哥哥哥 是不是 其实它本义指的是Direct的 指导哥哥上天堂的歌曲 叫挨歌晚歌 对不对 那这单词长得这样 怎么背呢 可以这么背哦 这哥哥们长得太可怕了 对不对 所到之处 僧人回避 小花死去 所以呢 Dyer呢 叫可怕的 太可怕了 所到之处 僧人回避 小花死去 所以呢 Dyer表示的是可怕的 好背吧 对不对 放到一起 那我再看一个单词谁呢 一样的 对不对 这单词比较难 叫做Pierce 比如说 为什么比较难呢 叫刺穿 这个词啊 就是挺难的 把手给刺穿了 刺破了 那你依然可以猜取 我今天讲这种方式 把它猜取成两个 两部分你认识的 P词呢 加上一朵花 是不是 大家先一看 对不对 一束花呢 把你的手给砸破了 叫Pierce 看到了 所以Pierce叫刺穿 咱们知道一款 有一种治疗方式 叫针刺疗法 对不对 把你的手指都砸破 对不对 来刺穿 进行放血 叫做Pierce 好 这次大家说到这里 对不对 记住 这点R 就是一朵小花 对不对 其实呢 给大家再说个词吧 对不对 一个单词 单词呢 叫Arable 对不对 Arable表达什么呢 表达的是叫做 表示的是农业 好 可以耕种的 是不是 那这段可以怎么背呢 当然可以通过 Augriculture来背 是不是 叫可耕种的 还可以通过第二种方式 对不对 通过呢 我们知道这个猜分 叫一朵小花 是可耕种的 咱们这样这样说 叫农业一枝花 对不对 全靠粪当家 是不是 所以呢 是可以耕种的 叫做Arable 所以以后据说 看到R 这是一朵花 是不是 叫君子幸福一也 而散 假一无也 他也都跟花有关单词 回头给大家讲 花儿系列 对不对 好 说到 给大家说到这里 叫做Forklau Lormar 还有我们说 他叫Netmyer 叫做Mars 等等 好 好